行政学讲堂 主题1.行政学的源起 行政学的源起涉及理解公共行政这一领域如何在历史和理论上逐渐形成 以下是关于行政学源起的详细解释和具体举例 1.历史背景 1.早期行政实践 在古代,中国的秦亥时期和欧洲的罗马帝国都有比较系统的行政实践 这些政府体系依赖严格的官僚制度和行政管理来维持社会运作 2.现代国家的形成 17-18世纪,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君主制向宪政制的转变 公共行政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法国的拿破仑时代,建立了现代国家的中央集权行政体系 2.理论发展 1.古典管理理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工业革命带来了管理和行政的巨大变革 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效率和标准化 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和公共行政 2.行政学的正式建立 18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伍德罗·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行政学研究》文章 倡导将公共行政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 这标志着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诞生 3.理论基础 1.韦伯的官僚治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的官僚治理论,强调了合法性,层级制,专业化和非人格化等特征,对行政学的理论基础有着深远的影响 2.政治,行政二分 威尔逊及其追随者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主张政治家应负责决策和政策制定,而行政官员则应负责政策执行,这一理论成为早期行政学的核心观点 4.具体举例 1.美国的公共行政改革 19世纪末,美国的进步运动推动了公共行政的改革,如建立文官制度,减少政治任命,强调专业化和效率化 这些改革措施体现了行政学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2.中国的行政实践 在中国,从清朝开始,官僚体系和中央集权制度一直是公共行政的重要特征 近代以来,中国借鉴西方行政学理论进行了多次行政改革,如民国时期的行政院成立和现代化政府运作模式的建立 总结 行政学的源起既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又有理论发展的积淀 从古代的官僚制度到现代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学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今天的学科体系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行政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在不断互相影响和推动,共同促进了公共行政的现代化和专业化 有信的会论度,证明将在其中的alle olor上的正中有学论 有信论和理论的行政文是会论区 中文 人法